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就是娛樂 我是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藝人 首先介紹的是Lulu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 Junior 阿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unior 以及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儀佩好 大家好 好 除了來PK的藝人之外 我們要介紹四位小小幫手 今天也要幫我們擔任 美食評審的這個任務 首先來歡迎的是我們的Ran Yeah Roy Yeah 歡迎Jasmine Yeah 還有Audrey Yeah 四位小朋友都超有活力的 歡迎你們 想要問一下 Lulu老師自己有小孩 那應該會 平常會常下廚嗎 我做的都是簡單的 簡單料理 就太複雜 因為職業婦女 所以妳回到家之後 為什麼那個聲音 就是其實不能太複雜 就是說妳備料到煮好差不多 其實我煮菜很快 差不多20到30分鐘 妳知道為什麼我們找妳來嗎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來我們節目的藝人 都不能做太複雜的料理 因為就是越簡單越好 而且妳又知道 妳家裡有小孩 妳要處理小孩的事情 妳還要料理 所以最盡可能的一道菜 在15分鐘內完成 而且其實簡單 其實除了簡單之外 其實還要就是小孩肯吃 對啊 很多時候妳做了很久 然後小朋友不肯吃 妳就會非常非常的挫折 對 你們家小朋友挑食嗎 某方面挑食 就是小朋友的青菜類比較不吃 對 然後看到綠色她就害怕 就比較青菜綠色的 所以其實就要用一些方法 例如說藏在什麼裡面 對 或是用什麼東西 蓋棉被蓋起來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一招最有效就是融入它 例如說妳跟她談 就是說我跟妳講 現在什麼卡通是什麼 然後妳覺得我們可以怎麼做 然後她就很興奮就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加什麼什麼 那全部都是她想出來的時候 那她就會自己想把它吃下去 對 其實今天露露老師 要來我們節目 她有跟她兒子討論 聽說有加入兒子的一點意見 但是是什麼料理 我們現在先不透露 賣個關子 那阿嬌 妳就單身男性嘛 妳會做菜嗎 對 打來問我說 要不要來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想說 應該不會是有 跳出來說是我孩子的 沒有 我是說 外面生人 外面生人 對啦 單身 但是其實我很愛做 有的時候大家會做料理 是 然後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自己在家 那做東西也要很快速的完成它 你幹嘛很快速 你又不趕時間 因為男生自己弄很久很麻煩 男生沒辦法弄很久 有時候早上一起來吃個早餐什麼 就很快速弄一弄 然後基本上還是要維持一個健康的原則 對 你小時候挑不挑食 我從來不挑食 真的喔 對 因為我爸是還滿兇狠的教育方式 兇狠 怎樣 他是被逼的 可以提供給電視機前 爸爸媽媽參考 譬如說以前我爸都會 譬如說斷了一盤菜 我小時候一開始不愛吃菜 對 我爸就拿菜 然後我爸問我說 你要不要吃啊 我說不要 他就夾給我 直接夾給你 我就看他 我就說我不要 他說對啊 吃 我就吃一吃 然後過一下呢 他就再問我說 你要不要 我就想說 他一定在跟我玩講反話的遊戲 所以他問我說要不要 我就說 要 要啊 那多吃點 爸爸沒有再跟你開玩笑的 久了就 對 我就沒有什麼挑食的問題 反正我知道到我玩裡面 我就把它吃掉就對了 LuLu老師 你有曾經逼過小孩吃東西 有沒有成效嗎 不會 我不會逼他 例如說他不想吃 我就說好 那你不要吃 可是其實我會跟他講說 你看你不吃青菜 嘴巴就臭臭 好可怕 大家都不喜歡你 你一定沒有朋友 你這樣很可怕 你會都交不到女朋友 嘴巴臭臭的 對 而且你便便便不出來 要去一邊打針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好啦 我吃一口 然後他吃完一口之後就說 可是媽咪覺得 第二口你再吃一下好不好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可是我是說 好啦 第二口吃一下 用拜託的方式 就是LuLu老師就是用恐嚇 溫和跟求爺爺告奶奶的方式 兩個來並進對不對 軟硬兼施 等一下我這是叫溫和 溫和的勸告 就是求爺爺告奶奶 有時候小朋友真的要 要安撫他的情勢 要有一些方法 因為你跟他 對 你跟他來硬的 然後他就會哭鬧 他一哭鬧你就覺得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就沒得完了 所以就是必須要有一些 引導跟方法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的特選食材 是什麼呢 就是菠菜 菠菜 提到菠菜 其實大家小朋友 小時候都看過那個 大力水手的卡通 就是說吃菠菜 就會跟大力水手一樣 長得很高很重 然後肌肉又很大 而且現在市面上 也有出現很多是用菠菜 譬如說把菠菜加到麵裡面 變成菠菜麵 但是其實有一些菠菜麵 不是用天然的色素去做的 如果說加了銅葉綠色去染色的 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來看一下這則行為 菠菜麵條標榜營養多更多 只是爆出有業者 靠童葉綠素染色 一般消費者 不容易從外觀分辨 不過真正菠菜麵做法非常高剛 挑菜 洗菜 切菜到榨成菠菜汁 得花上四小時 天然的菠菜麵很容易變色 剛做好的麵條 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氧化 顏色變淡 但童葉綠素染出來的鮮綠色很固定 製作成本上 以一公斤麵條為例 天然菠菜麵就多了20倍 主面觀察顏色變化 天然菠菜麵下水30秒 顏色就會變淡 吃的時候 麵條色澤還會轉為暗淡 高溫化其實就會可能 把銅葉綠素裡面的銅釋放出來 油溫問題 又讓民眾認識不少化學添加物 要吃得健康 別執著價格和賣相 好 所以剛剛看完新聞之後 如果說你買到了這個菠菜麵 然後你覺得它會褪色 別以為是買到劣質品 其實才是最天然 不過想要問一下營養師說 到底菠菜有哪些營養 連美國人都要排成那個卡通 對 其實因為菠菜給人家那個印象 卡通裡面它是肌肉很多對不對 然後小朋友就會吸引說 吃完之後就會長肌肉 事實上菠菜裡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營養素是維生素K 這個K其實是幫助小朋友 它其實是骨骼的發育 對 因為你知道骨骼裡面需要鈣 然後需要鎂 但是它最需要的一個維生素是K 所以它會讓小朋友吃進菠菜之後 它會長高長壯 所以其實是讓你骨頭比較有強壯 所以是骨頭比較強壯 並不會長肌肉嗎 跟肌肉的影響是比較少的 但是相對的 其實它除了骨骼強壯之後 它會讓小朋友眼睛這樣 就很亮 因為它裡面菠菜維生素A 跟β胡蘿蔔素非常的高 而且是一般比如說 像之前我們煮的青江菜 或甚至於小白菜 這些都是非常低的 維生素A比較低 我們的菠菜是非常高 大概高一般蔬菜兩到三倍以上 兩到三倍其實滿多的 其實滿多的 維生素A在小朋友 如果說現在在發育的小孩 其實很常會看什麼3C產品 多補充維生素A 是不是對小朋友眼睛很好 對 因為小朋友其實 不只是看3C產品 還有看電視打電動 這些都是一直 你會發現他都沒有休息 對 所以其實小朋友很容易 有時候揉眼睛 乾眼這些 他其實可以多吃一點菠菜 菠菜其實它可以水煮 又可以油炒 其實都還滿適合的 但菠菜有沒有什麼禁忌 什麼樣的人不能吃菠菜 或是要少吃一點 菠菜對大人來講 倒是有一種禁忌 就是說 因為一般我們大人 有一種結石叫做草酸鈣結石 草酸鈣結石 其實占的比例滿高的 偏偏菠菜裡面 它的草酸還能又非常的高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吃太多的話 會誘發你這個結石發作 會非常的痛 但是倒是有一個解決辦法 對 因為其實本身 我們可以把這個所謂的菠菜 我們可以在水裡面燙久一點 燙久一點 對 燙久一點 燙久一點營養成分不會流失嗎 不會 因為燙久一點裡面的草酸 它會濃到水裡面 然後你水就不要 那個湯汁就不要 那吃菠菜裡面的草酸 它就減少了 但是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菠菜它是屬於維生素A很高的蔬菜 對 它其實不怕久煮 對 或是如果你覺得擔心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加一點油 把它鎖起來這樣子 我一直以為燙青菜 就是稍微燙一下拿起來是最好 所以菠菜燙久一點 其實是比較沒關係 但是如果當然也不宜燙太久 因為湯太久其實B群也會流失 了解 可是我在聽人家說 菠菜是不能跟豆腐一起吃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確實很多人問 大概10個裡面有8個問這件事情 對 一大堆人都說 什麼菠菜不能跟豆腐吃 對 那只要有結實體質 或是他們家有結實 他們都不敢這樣加起來 因為他們的想法是說 菠菜草酸有 然後他們覺得傳統豆腐的鈣含量 然後加起來會變草酸鈣 所以就會誘發結實 但這個是錯誤的 錯誤的 是錯誤的 反而對草酸鈣結實的人 我們反而會鼓勵吃這一道菜 為什麼 因為草酸跟鈣結合之後 變成草酸鈣 但是它會從糞便把它排泄出去 所以它反而不會造成 我們的學藝中的結實 所以其實 比如說 菠菜也可以搭小魚乾 也可以搭牛奶 對草酸鈣結實是很好的 不過如果對成長中的小朋友 來講的話 那菠菜草酸高 但是它跟鈣結合的話 它也容易把鈣帶走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小朋友長不高 你要補它高鈣的飲食的時候 那倒是分餐吃會比較好 就把草酸高的菠菜 跟一些鈣含量高的食材 那你把它分餐吃這樣子 好 了解 那但是菠菜在煮的時候 是不是說鹽 可以不用放那麼多 到底是為什麼 對耶 那但是菠菜在煮的時候 是不是說鹽 可以不用放那麼多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它跟芹菜一樣 其實你仔細吃它的口感 它除了有澀澀的感覺 之外它相對的 它也比較鹹一點 對耶 菠菜有點比較鹹鹹的感覺 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屬於食材裡面 它是蔬菜裡面 它算是鈣含量比較高的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本身是 食物裡面的鈣 所以反而你可以運用巧妙 運用在料理當中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菠菜入菜的話 那事實上你的鹽 可以放少一點 因為它本身就有一點鹹味了 好的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就是菠菜 所以兩位藝人要用菠菜 來做出小朋友喜歡吃的料理 LuLu媽媽 今天要端出什麼料理呢 我的料理是 寶可夢咖哩蛋 好可愛 好可愛 所以可以 因為他們比較小 可以叫做神奇寶貝咖哩蛋 你們知道神奇寶貝嗎 有在抓怪嗎 你有在抓怪喔 你抓到什麼怪 皮卡丘 老鼠 有抓到老鼠是不是 好 你先睡一下 你的朋友是什麼 你的朋友是誰 什麼什麼小 我抓到那隻老鼠 你有抓到皮卡丘嗎 沒有 沒有抓到皮卡丘 好 沒關係 你什麼 他們沒有一個朋友嗎 有 他們有一個朋友 沒有一個朋友 你的朋友是什麼 你有抓嗎 你有抓嗎 沒有 我覺得他們沒有抓 其實也是好事 就表示說 他們沒有一直在滑手 那會很可怕 對不對 好 但是寶可夢咖哩蛋 聽說你兒子也有參與其中 是嗎 因為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兒子 他非常喜歡抓寶 那我要限制他這個時間 因為其實一次 我可能限制他說 20到30分鐘 就要休息 他就一直吵著說 可是他還是很想玩 那我就跟他講說 好 那媽咪明天再讓你玩一次 20分鐘 那你幫我想一道菜 然後他就很有興趣 他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想的就是寶可夢的菜 我說可以啊... 那寶可夢它沒5公里 就要孵一次 那個蛋才會孵出來 對 他說你可以 那個蛋它是綠色的 然後他就點給我看 他就說那個寶可夢裡面那個蛋 裡面有一些綠色的東西 那就引發我的創意 就直接把菠菜放到那裡面去 對 然後因為我兒子喜歡吃咖哩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 因為有馬鈴薯對不對 然後又有菠菜 然後再來我下面那個鋪盤 我可以用紅 黃 椒 加上絞肉 紅 黃 椒 不要教説他們 好 算了 然後加絞肉 你煮在一起的時候 把咖哩醬淋上去 了解 對 然後其實你就 它其實看不出來 可是很好吃 因為我兒子這樣愛吃咖哩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很多小朋友 都喜歡吃咖哩 不然我們現場先幫你 做一個民調 讓你暖暖身 請問一下喜歡吃咖哩的 小朋友請舉手 全部耶 超喜歡 我只要咖哩裡面放什麼 他都愛 都可以 而且他可以每天都吃 因為咖哩的味道 比較稍微重一點點 可以把其他的食材蓋過 這樣聽起來 阿修是不是心裡覺得 有點擔心了 最有一點擔心 畢竟他有一個軍師 就是他的小孩 對啊 沒有軍師怎麼辦 你今天端出什麼料理 大力水手牛肉三明治 這個我想吃 這個我也想吃 這個蠻想吃 禮拜天的早上brunch的 對 一定要吃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 基本上你有一點肉 我們很天然的肉 不要醃漬過的 然後有起司 然後我們巧妙的把菠菜 融合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他們應該會喜歡吃 對 而且重點是 你又用熱壓機對不對 熱壓機 直接把它封起來 你就不用小朋友吃的 滴滴答答亂七八糟了 了解 那我幫你一樣 幫你公平 我們來做一個民調好不好 有沒有小朋友 喜歡吃大力水手 不是啊 有沒有小朋友喜歡吃這個三明治的 三明治想吃的請舉手 天啊 完蛋了 完蛋了 而且 而且他看看旁邊的 他這樣子 猶豫的要不要舉 最後才舉起來 對 就只有一位 若以只有這樣小小孩舉手 然後實際上就這樣 搞不好你弄得很好吃 他們剛吃 對 待會兒吃了就知道 因為待會兒小朋友 也要幫我們當試吃 也要當你們的小幫手 接著下來 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戰 首先登場的是Lulu媽媽要做出的是 寶可夢咖哩蛋 食材是用什麼呢 我們交給Jasmine 寶可夢咖哩蛋用的食材 有馬鈴薯 菠菜 紅黃椒 絞肉 還有咖哩塊 那做法呢 其實滿簡單對不對 其實就是你這個馬鈴薯 你只要把它燙好 然後捏碎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菠菜也是用燙的 然後把它切碎切成就是很細 對 像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呢 我們這個咖哩 咖哩其實它稍微要煮一下 可是非常的快 只要差不多五到七分鐘 我覺得它就可以煮好 好 但是我們現在是有些人備料了 但是你今天要請你的兩位小幫手 幫你一個忙 就是請他幫你拿食材 那請他幫忙拿什麼呢 來 那個手套給余霈姐姐 你們家是Lulu阿姨有的啦 我叫你幫我的小幫手 你真的搞破壞 沒有 他們會幫忙拿東西喔 你們會幫忙拿 會嗎 你會當小幫手嗎 會 那Ryan跟Roy 等一下可以幫Lulu阿姨拿東西嗎 可以嗎 好 那Lulu阿姨 你需要什麼東西 我需要馬鈴薯 幾個 馬鈴薯要兩個 馬鈴薯兩顆 記得囉 馬鈴薯知道嗎 哪個是馬鈴薯 哪個是馬鈴薯 我們不會告訴你 你自己判斷 我怎麼不知道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有紅 紅椒跟黃椒 紅椒跟黃椒知道嗎 大概知道 幾個 知道嗎 紅黃椒其實各一個就可以了 各一個 然後還有呢 還有菠菜 菠菜是哪裡 你們知道嗎 好 屁啊 那麼聰明 還有洋蔥 還有洋蔥 還有什麼 好 這樣子差不多 可以嗎 可以 好 請去幫 耶 我看你們誰比較厲害 紅黃椒很厲害喔 Ryan直接先拿了 厲害厲害 Roy今天要拿什麼呢 馬鈴薯 馬鈴薯 對… 兩顆馬鈴薯就夠了 菠菜 菠菜 一小把 菠菜一小把 不用太多 洋蔥一個 菠菜是哪一個 菠菜是哪一個呢 大力水手吃的 菠菜一把就好了 一把就好了 不用太多吧 不用太大把 好了 小朋友都拿好了 好厲害喔 我們來Check一下 是不是拿對的東西 洋蔥拿出來 這是洋蔥 放在桌上… 還有菠菜 菠菜 好 菠菜放個邊 紅椒 黃椒是哪一個 黃椒 還有紅椒 還有馬鈴薯 OK 全部都完成了 你們怎麼那麼棒 這是真的還不能吃 太厲害了… 很熱 很熱耶 很棒很燙 溫溫的對不對 好 接下來這些食材 要怎麼處理呢 食材其實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其實小朋友 其實我自己是個人建議 不要去皮 我們用菜瓜布 稍微把這個用清水 很香對不對 這個還沒有熟不能吃 就是稍微清洗一下 然後我們整顆放下去 或者是說如果你覺得說 比較不容易熟呢 你就這樣子 給它切一半 切一半 然後 我在講怎麼做 你們都沒有仔細聽 你們等一下怎麼當我的小幫手 就這樣子然後放下去水滾 是 對 水滾 然後兩顆就水滾 然後呢 水滾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湯匙 對 用這樣子的方式 放到這個碗裡面 這樣壓 然後把它倒成泥就對了 對 好棒喔 是馬鈴薯泥喔 其實這一道會比較麻煩的 就是這個部分 要倒 好 這個算是最麻煩的部分嗎 對啊 就這樣子倒 這樣子 Rian 依霈姐姐有事情請你幫忙 你們不是要來當小幫手 這樣子不行喔 快點 來 你幫那個露露阿姨 你用那個湯匙好不好 看誰最棒 可以把它弄弄弄 對 拌一拌 其實這個時候也可以請 一個人十下 一個人十下 你看你們誰最厲害 好 就是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給小朋友 好 就是讓他們自己弄 OK 那這樣子的話 這道菜就差不多 這個就完成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菠菜 我們把它燙完之後 是這樣的方式 好 好 來 換Roy來 來 來 換妳 對… 十下 你要看它十下 然後這個呢 切 就是切這樣子碎碎的 對 菠菜燙完之後 切碎碎的 因為它這樣子 它才可以藏在這個馬鈴薯裡 為什麼突然變那麼小 對… 對… 可是其實菠菜小朋友 討厭的應該不多吧 對啦 其實小朋友如果伴隨著故事 他會喜歡 不過那個馬鈴薯 倒是特別注意一下 它雖然很好消化 但是如果馬鈴薯長牙 發牙了 都不要吃了 就算你把它挖掉 那其實那個部分 都是有毒的 對小朋友來講都不行 所以只要馬鈴薯長牙 都要丟掉 可是馬鈴薯很難保存 會常很容易發牙 怎麼辦 對 所以其實就放冷藏去保存 然後可能不要買太多這樣 是 好的 好 現在 好 那完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 把它 我們放進去 好 你戴一下手套好了 對 那是生的 是生的 不能生 你們等一下還可以再幫我 弄這個把它搗碎嗎 可以嗎 你們手手要放哪裡 手手放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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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幹什麼 然後這樣子放進去 稍微放進去 這個吃了你就會變大力水手 你們要來幫忙 一個人十下 來 快點 把它拌起來 拌一拌 誰先 我跟誰先 猜拳 拆拳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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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起這樣子玩也滿好玩 對 有一些互動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其實咖哩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好了 其實咖哩的部分我們就是用絞肉 然後 油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你要心裡面數 你這樣唸出來 我就不能講話了 那你就是用這個咖哩跟洋蔥 稍微炒一下 是 然後加點水 然後咖哩快放進去 對 然後稍微稠的時候 最後紅黃椒 一樣是我們切丁 對 切成很細的丁 然後最後再放 因為紅黃椒 我覺得它還是要有點甜甜的感覺 會比較好吃 因為紅椒 黃椒跟青椒 有些小朋友不敢吃 對 其實這個裡面都是 全部都是小朋友 對 營養師 針對於今天露露準備的食材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所以他今天用的咖哩 其實是小朋友最喜歡吃的 那咖哩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它可以吃自己食慾 所以讓他小朋友胃口大開 但是因為基本上 我知道媽媽比較辛苦 可能回家之後 時間要求快 所以用咖哩快 但是現在其實也可以買一些 薑黃粉 所以就把咖哩快減拌 然後用薑黃粉下去 相對來講 它也會比較健康 一點 少一點就是 所謂的吶含量 會比較健康 而且咖哩快的油脂 也會比較高一點 稍微高一點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用的是 黃椒跟紅椒 黃椒 紅椒它是怎麼樣 一般如果大人敢吃的話 當然我們涼拌 它維生素息很高 所以對我們大人來講 美白或是 酥解壓力很有幫助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用油去炒的話 它的維生素A也很好 所以其實它這個都是 高維生素A的蔬菜 所以幫助我們小朋友的 視力發展 還有其實幫助所謂的 像現在的空氣不好 那呼吸道的保養 其實都有幫助 了解 所以這道料理其實是 營養價值很高的 那接著下來 我們把剛剛馬鈴薯泥 已經跟菠菜混在一起的 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我們就把它 黏成一顆蛋 就像寶可夢蛋一樣 對不對 對啊 其實寶可夢裡面 但是死蛋 baby蛋 對 它這一顆蛋是 還沒有孵出來的那個蛋 是…還沒孵出來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 就是白白跟綠綠的 對 這樣子有像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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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有 有人說沒有 妳會捏嗎 可以給他們捏嗎 可是他們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有洗嗎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玩 我看你們乖不乖 等一下再讓你們捏 手手要放哪裡 我剛才碰過紙上的馬鈴薯 對啊 那妳手手要放哪裡 應該放哪裡 放後面 好棒 好 好 捏成一顆蛋之後呢 對啊 然後我們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這個咖哩 把咖哩其實很簡單 就是 其實就是鋪盤 鋪盤的感覺 就把它鋪在下面 真的好香 超香的耶 這個真的超香的耶 很香 而且它完全沒有那種焦的 對 完全沒有焦 香香 超香的對不對 好 沒有 沒有 猜錯了 沒有 沒有 那不是 你猜錯了 不是 不是 這個你看神奇寶貝 皮卡丘是不是這個顏色 有紅色跟黃色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呼應到這個 皮卡丘神奇寶貝的顏色 對 這個時候就把這個蛋蛋 立在正中間 對 蛋蛋 蛋蛋 好囉 把它放在正中間 對 蛋蛋在游泳 好可愛 好可愛的耶 他在… 他在游泳耶 他在蛋蛋在游泳 對不對 很棒 然後最後呢 其實可以放一些 花椰菜 對 我兒子喜歡吃花椰菜 你們喜歡吃這個嗎 花椰菜 喜歡 喜歡 沒關係 很像種樹的一種感覺 看起來好好吃 我不曉得小朋友好像都愛吃花椰菜 如果是這個我會說什麼故事 給小朋友聽 就是寶可夢的那個基地裡面 有一個蛋 然後蛋要孵出來了 然後在它基地裡面 旁邊又有很多樹 要保護這個蛋 以免其他的敵人會來吃掉它 對不對 所以種樹的話 就要保護那個蛋 可以給它 給小朋友一點就是說 故事性 對 然後他們就會喜歡 講完之後他們就會被洗腦 然後就會吃掉 對 他們就喜歡好玩 好玩的那個東西 對 好的 就好啦 Lulu老師的這個寶可夢咖哩蛋 就這樣完成了 接下來就換到阿朱登場了 歡迎Jr 好 接下來就是阿朱的大力水手 菠菜三明治囉 那食材有什麼呢 我們請小朋友幫我們拿 牛角排 牛肉片 然後菠菜 蛋 起司跟吐司 其實食材很簡單 食材非常簡單 而且做法更簡單 是的 那我現在要教他們幫我拿食材了 是啊 好 你們幫我拿 聽好了 聽好了 我要菠菜 吐司 蛋 你看到那邊 多少蛋你就拿給我 多少吐司又拿給我 菠菜我只要一小把就好了 好不好 有要拿那麼多嗎 但是我很怕他們 你只要拿個兩顆蛋 他就把它打破了 不會 OK 他們很聰明的 那你幫我拿兩顆蛋 兩個蛋 要小心喔 然後拿一小把是菠菜 好 好不好 Go 好 你看到那邊 你很聰明 我覺得你們比較聰明 好 現在拿的是什麼 小心喔 蛋要小心喔 兩個蛋小心喔 小心小心 蛋要小心 不然會破掉喔 你今天拿嗎 是一位 好 那全部一起拿好了 那就拿來看看吧 一小把就好了 對 小把就好了 不用多 就是那一把就好 太小一把了 那是一根 就那一把就好 對 就它 就它 非常好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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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都在這裡了 我把它拿出來嗎 好的 菠菜一小把 菠菜一小把 然後蛋 雞蛋 雞蛋你們小心不要打破 然後吐司 吐司 吐司我先放在旁邊 就說他們很聰明吧 很聰明耶 你們好棒喔 那個Jasmine 你幫儀佩姐姐把這個拿去那邊放 小心 這個 Jasmine 你幫儀佩姐姐把這個拿去那邊放 謝謝 好乖喔 大家小心 先放在這邊 還有三顆 這樣就好了 好 大家先這樣子 好緊張喔 有小朋友在那邊有刀 真的 他們等一下蛋就會啪啪 小心一點 好 先看 女孩子真的是很乖巧 所以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製作的過程 是 那當然這邊已經有做好的蛋了 我是把蛋 我是把菠菜切碎放到蛋汁裡面 下去煎 那這個菠菜呢 在製作的過程裡面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 我是洗過的 但是沒有燙過 因為到時候我還下去煎 所以菠菜就會熟 有點打破了 這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等一下就把它全部打出來 然後呢 這個菠菜呢 其實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希望小朋友在吃它的時候 好 兩位美女稍微聽我講話一下 乖 好 然後我希望大家在吃的時候 可以先把 我會把它分斷 這個有梗的地方 它會 我把它留在最後才下去 因為我希望它保留它的脆度在裡面 這個還太多 我希望它保留脆度在裡面 是 然後剩下的葉子 我會把它切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下到蛋裡面 你們 沒關係 我來 你們應該不會想要 要他們用刀吧 我在想說 想是叫他們弄那個 打蛋 後來想算 是 所以就把菠菜剁得像碎碎碎碎的 這個後面的梗的地方我剁得碎碎的 是 然後呢 其實它靠近 比較靠近葉子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把它切 真的有在做菜 切斷碎 你看它的刀工就知道 它有在做菜的 切碎 是 不要切到很碎 但還可以留它吃得到葉子 來 以後的就是烤龍 好 這個樣子 這是菠菜 這是菠菜 你看已經感覺不出來是菠菜了 然後接下來呢 要把蛋打出來 好的 我也要打蛋 你要打蛋嗎 我要打蛋 這個會不會有點冒險 有 我覺得有點冒險 好 那我自己來好了好不好 我其他應該請你們幫忙好不好 好 拌一拌的地方請你們幫忙 拌一拌的地方再請你們幫忙 好 來 把蛋打出來 我超會打 妳超會打蛋啊 我也會 再夾著幫 可是我已經說 打得亂七八糟 真的嗎 那就比較會 對 好 那我讓妳有參與感 妳把它打開來 對 妳把它搓一下 搓一下蛋黃的地方 好 打開 打開 好 妳也要來一下嗎 好 一個 妳有當爸爸過 所以真的是很新鮮 要哄小孩 很新鮮 你趕快去生一個嘛 接下來 這麼容易說生就生 來 我們先把這個灑下去 好 把菠菜 差不多菠菜葉子 好 妳再把我們把它打勻 對 要拌一拌 對 要拌 一拌 一拌一個 一拌一個會比較好嗎 可以了 小心不要拌出來 對 然後妳要讓它那個菜 每一個都沾到蛋汁 每個菜菜上面都有蛋汁 都沾到蛋汁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放到鍋子裡面去煎 煎到它 那你菸菜梗呢 等一下 你煎到它 因為這有一個厚度 對 因為你煎到差不多上面有一點濕熱的時候 這時候再把鍋菜梗 鍋菜梗撒下去 來蛋上面 然後再翻一次之後 出來的成品呢 就在這裡 是 然後把它切片 了解 切片就會變這樣 就是一個菠菜蛋 就是一個菠菜蛋 其實放在那裡面 小朋友就已經吃不太到菠菜的味道 對 而且你待會還要再加牛肉 再去蓋它的味道 對 這是牛肉 牛肉呢就是 已經稍微把它煎過 煎 當然撒一點 一點點的鹽巴跟黑胡椒就好 因為菠菜本來就有一個鹹味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請營養師幫我們分析一下今天阿俊用的食材 對於小朋友的健康有哪些幫助 還有什麼 其實他其實 其實他今天做的很適合小朋友他的健康的點心 比如說他像他用有澱粉的東西 他用全麥的吐司 那全麥吐司的話 小朋友一個點心裡面可以吃到兩片 那兩片大概等於小朋友吃半碗飯的意思 所以其實他的一個營養還滿足夠的 然後他裡面有優質蛋白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蛋的部分 那蛋呢 除了水煮蛋它的吸收率好之外 其實我們用煎蛋也很好 對 煎蛋小朋友吸收率也不錯 然後另外煎蛋裡面他藏了這個蔬菜 所以其實他有具備三個點心的元素 就是有澱粉 然後有優質蛋白質 然後還有膳食纖維的蔬菜 而且吃了之後其實菠菜裡面 它的B群含量也滿高的 所以其實很適合小朋友如果說今天到外面去野餐 其實也可以帶 然後或者是說有時候他可能需要念書的時候 需要點心 那甚至於宵夜 其實可以做這個 還滿方便的 你到外面去野餐 其實也可以帶 然後或者是說 有時候他可能需要念書的時候 需要點心 那甚至於宵夜 其實可以做這個 還滿方便的 對 那現在小朋友在幫忙的部分 就是把起司給打開 好 打開之後 你幫我把它像這樣鋪在這一片上面 起司小朋友都很喜歡對不對 都是愛吃的 你們喜不喜歡吃起司 喜歡 因為姐姐也喜歡吃起司 鋪好了之後 來 你們幫我 在這個上面鋪這個蛋 把蛋鋪上去 對 蛋剛好鋪在起司 好 快點 不要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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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蛋鋪在起司上面 好 對 剛剛好不要多出來 我可以多鋪一點沒有關係 好 那起司再加在跟 譬如說加在這些食材上面 它有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起司的話本身就是屬於 它是有帶一點鹽分的 所以剛剛其實 它就沒有用太多的調味料 對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做任何起司的料理的話 其實其他調味料盡量就少加 要不然它會過血 但它剛剛好 然後另外它本來就是 鈣含量比較高的 如果小朋友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 稍微顏色淺一點的起司 比如說像顏色淺一點的話 它現在有在標示上面標 它是低脂 然後低鈉的 相對來講也是比較健康的 了解 好 他們還在幫我撥去 接下來上肉片 肉片 已經煎過的肉片 這個我迫不及待 就直接想吃了 這個好 來 我們就把它附在這個上面 那牛肉的話 適合小朋友嗎 其實牛肉我們在講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紅肉 對 紅肉 我們當然大人不要吃太多 但是小朋友來講的話 紅肉裡面的鐵質含量很高 沒關係 鐵質對小朋友的學習能力 還有就是生長發育 它是必須的 所以其實不要 就是把大人的飲食 然後把它變成是小朋友的飲食 有時候小朋友飲食裡面 確實可以吃一點紅肉 不過紅肉挑選 就是盡量選擇 比較是瘦的部位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其實是 離那個牛小排的 那個比較瘦的部位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準備食材 實在是太優秀 因為牛肉好好吃喔 牛小排 基本上那個香味就出來 對 你要先煎蛋 煎完肉 煎完肉之後那個油 就拿來煎蛋 你就不用再多加油下去 你這不用弄那個什麼蛋的那些了 就直接整盤就可以吃掉 就可以剋掉了 好 我來 不急 我幫妳蓋上來 你看一佩姐姐 我們把手先放在這邊 先放在這邊 因為接下來這地方比較燙 所以交給我來 好 接下來就是一個我覺得 家裡面都要有 而且自從我買這台機器以後 連高山都想買 有小孩的朋友幾乎都想買 就是 真的嗎 熱壓機 熱壓機耶 把它打開來 而且已經加熱了 小朋友這個就不要碰 這個比較 但是你們可以幫我一個工作 來 你過來 不要碰到其他地方喔 你先壓一個 好 我叫你慢慢壓 你跟著我手壓 手放上來 手不要燙到 壓 蓋下來用力 用力 壓 好 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等它一下 等它 大概熱壓機這樣 基本上呢 你可以一直看 因為它熱壓機它會 加熱一段時間它會停下來 加熱一段時間 它不是一個有開關 它插電就開始 所以你可以每一次就起來看一下 是 到它差不多有一點點 焦焦熟熟熟熟熟 就是可以拿出來吃的時候 我超想買熱壓機的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非常方便 對 因為它裡面只要加 譬如說你可以替換 小朋友你可以變有鮪魚什麼之類的 然後或是有時候可以加玉米 對啊 可是因為它會掉顆粒 其實它把它封口封起來最方便 其實早上起來隨便弄一個蛋 然後放個肉鬆 是 畢壓小朋友就超愛吃了 對啊 而且重點是小 那個東西都不會掉下來 不會掉下來 還沒有好 而且最好的好處是 小心一點 最好的好處是 這個熱壓機 小朋友拿的時候很方便 它不會像你吃一個漢堡 一直掉渣渣 而且熱壓機其實 像這個吐司比較小片一點 如果你買大片 它旁邊會封口封得很好 對 那你就把那個邊邊的地方切掉 就很好吃 是啊 OK 那我們再來切開一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小心一點 再一下下去 好 可以感覺出來 溫度再上來 而且我喜歡那個熱壓機 是那個熱壓機 上面會壓住一格一格 或是一條一條的 那這真的是我們烤不出來的 對不對 而且好處是那個 切開的時候 好想吃喔 好想吃喔 早上起來吃一個那個多開心 沒錯 再check一下 再check一下 我看應該快要好 快要好 因為它旁邊有一點點焦焦 一點點焦焦黑黑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讓觀眾朋友看到 我們熱壓機熱出來的成分 好… 好 熱壓機其實在家裡面 身旁邊都會準備 因為我覺得大人小孩都很吃 我覺得它是一種療癒的 真的很療癒 你們有沒有聞到現場開始有香味 你有沒有聞到香氣了對不對 有香味 我把它放出來 它開始... kita看到冒煙了 要冒煙了 可以了可以了 YA 好 來 幫我一個忙喔 好 我要把它 離架到這邊了 我來幫你拿這個好了 你要吃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天哪 小朋友受不了了 這個現在很燙 小心 現在有點燙喔 小心喔 小心喔 好 這個熱壓機我先收起來 熱壓機 那現在切這個之前 再讓你來 再壓第二個好不好 好 我們再來壓第二個 第二個來 你來 幫Ogrey 來壓 Ogrey來壓 來 你不要燙到小子 只要摸到黑色的地方 只有這裡喔 1 2 3 壓 用力壓 對 壓 壓 好 謝謝 那現在我要先把這個切開囉 好 讓大家看看 這個很精采 熱壓出來的剝麵 我想要看一下那個 剝麵的起司 脆啦 脆啊 有沒有聞到香味跟那個 好香脆喔 阿舅哥哥 可以先order一個嗎 可以 好漂亮的 好 想不想吃 想吃 好 好 這樣子阿舅的這個熱壓 大力水手三明治就已經完成了 待會兒就是我們小朋友的 評選時間囉 好耶 就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 試吃時間 那當然呢 剛剛一開始做的熱騰騰的 因為 LuLu老師在做的那一道 其實已經加熱過了 不過呢 阿舅那道因為是有起司 所以讓小朋友先吃三明治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 3 2 1 開動 又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 試吃時間 不過呢 阿舅那道因為是有起司 所以讓小朋友先吃三明治 OK 好 那我們現在 3 2 1 開動 先吃三明治 先吃三明治 好啊 因為剛剛三明治是剛剛做好的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有沒有 可是你看那個Roy的表情 感覺怪怪的耶 沒有很興奮的感覺 感覺沒有很興奮耶 它被Cue到馬上變很興奮 好啊 好啊 好 Audrey Audrey好像覺得吃起來蠻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好不好吃 Audrey 好不好吃 好吃喔 她吃東西樣子很帥耶 對啊 好可愛 好 不過我們的評審長Jasmine 已經全部吃完了喔 然後 Ryan 好吃嗎 好吃喔 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四個小朋友 他們食慾都非常好 而且他們幾乎沒有說不好吃過 真的假的 算是好相處跟好養的小朋友 難怪養這麼好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吃第二道囉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交換盤子 接下來是LuLu阿姨的寶可夢 寶可夢太可愛了 聰明蛋 是嗎 咖哩蛋 好 咖哩蛋 對不起 也可以叫做神奇寶貝咖哩蛋 神奇寶貝咖哩蛋喔 我們來吃吃看 也給他們一點挖弄一個小球 好 對啊 你剛剛應該是一個人弄一個小球 放在那邊的 對 就小小的 然後叫他們一定要蘸咖哩 對 要蘸咖哩 要蘸多一點咖哩 這個咖哩醬要再多一點 不用嗎 你要自己嗎 好 你要自己弄 好 吃花椰菜 現在小朋友很喜歡吃花椰菜 你剛剛有吃到咖哩嗎 我覺得我小時候 小朋友很怕吃花椰菜 對 有吃到咖哩 那你再幫我吃一口這邊的 好不好 我幫你餵你吃 要不要 好嗎 好棒喔 快點 這個 對 好 都有吃到囉 然後很帥氣的Algy 還是採取一種很帥氣的姿勢 對 Algy你有吃到咖哩了嗎 對啊 還沒 還沒吃到咖哩 你現在嘴巴那裡面是什麼東西 花椰菜有沾到 花椰菜有沾到 那你再幫妮佩姐姐吃一口 好不好 讓我看到 你有吃到咖哩 要不要 吃吃看咖哩好不好吃 好 吃吃看咖哩 好棒喔 好 然後Jasmine呢 你有吃到嗎 Jasmine一直在吃咖哩 你那個旁邊 對 妳要吃到那個 對 妳要吃到那個 妳要吃到咖哩 好囉 小朋友真的都愛吃咖哩 好 那我們可以先停下來了 可以先停下來 待會還可以繼續吃 大家心裡都有想法了嗎 有沒有 有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投票時間囉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請小朋友投票之前 那個營養師剛剛也有吃對不對 對 妳又要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因為妳之前預測都算滿準的 對 都還算準 對 來 我剛剛其實也跟小朋友一樣 先吃了三明治 對 那三明治呢 它有一點點熱熱的口感 而且它起司口味其實咬下去 我覺得小朋友一定會超愛的 對 因為小朋友其實無法抵擋它的味道 然後肉又有它的鮮味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吃 那LuLu老師的這一道 其實最大最大的重點 是一定要沾著咖哩 因為咖哩然後配著 因為其實它的馬鈴薯跟菠菜 它比較沒有那麼的 味道沒有那麼跳出來 對 可是如果它沾著咖哩一起吃的話 那整個小朋友一定會覺得 它非常好吃 很瘋狂 所以 所以我預測是LuLu老師那一道 因為它的咖哩其實很香 真的 因為剛剛其實有小朋友是咖哩 跟那個 剛剛中間的那個馬鈴薯 是分開 所以我其實有要求他們說 應該兩個都要一起吃 對 要合在一起吃 對 合在一起吃 對 吃得很乾淨 不能跑票 不是 我不能溝通 投票要自己投自己的好不好 他 剛剛Js妳還說 妳要投咖哩還是這個什麼 三明治 好 大家都想好了嗎 我 那也全部吃完了 這個很明顯 好棒喔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都好棒喔 今天都吃得好好 好 厲害 接下來要投票囉 那我們就Audrey Audrey來 你先來儀佩姐這邊 拿著你的寶寶過來 儀佩姐來 來…妳好乖 好 先妳… 好囉 好 妳想好了嗎 妳還沒 妳還沒想好 可是妳現在就要做決定了 因為她還沒吃完 那我給妳三秒鐘好不好 三 二 一 好囉 右邊這一道是三明治對不對 左邊的是寶可夢咖哩 神奇寶貝咖哩蛋 好不好囉 準備好了嗎 好 請投票 妳完全沒有猶豫啊 妳考慮什麼 太猶豫了 好 謝謝Audrey 妳不用考慮嗎 那接下來 真的好可愛 好可愛 現在換那個Jasmine 換Jasmine Jasmine來 好 妳想好了嗎 想好了 兩道妳都很喜歡吃對不對 對 對 但是心裡只能投一票喔 可以嗎 可以 好 出發 好 接下來呢 兩位小女生都投了咖哩一票 阿嬌妳現在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幹嘛那麼兇 我就是沒小孩 搞不好等一下 兩個都是投了咖哩的東西 Ryan 妳要自己選擇 妳自己想要喜歡的喔 好不好 妳每次為什麼這邊都有沾到東西 好囉 想好了 出發 OK喔 男生果然選擇 平你耶 平你喔 這是男子漢的菜 來 給 好 這樣會不會有點壓力的感覺 不會 他們其實都是認菜不認人 對不對 好 來喔 那個Roy 妳是扮演最重要的一票 妳心裡已經有答案了嗎 有 答案不會更改嗎 不會 好 是認菜不認人嗎 對 好囉 Roy是扮演最後一票 到底是今天是Lulu阿姨會獲勝 還是阿嬤叔叔會獲勝 不…阿嬤叔叔已經不會獲勝了 不用強調 就講平手就好 對 到底是平手還是Lulu獲勝呢 就看這一票 出發 好 謝謝Roy 謝謝Roy 男生好平民 真的 男生愛吃肉啦 我覺得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用菠菜當食材PK的料理 阿嬤跟LuLu平手 謝謝 很好吃 其實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而且呢 做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10到15分鐘就可以完成 爸爸媽媽 你們也可以自己在家裡做做看喔 就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